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成人自学钢琴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弹琴的概念 就是简化加变化 简化就是简单化 在简单化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变化 比如说一首歌 可爱的家庭为例 我们首先简化它的和弦走向 这首歌两个和弦就可以 首先是三首歌 C和弦 然后就是F和弦 四级和弦 F和弦的时候 我们平常是这么按的 法拉刀 可是这样的 从法拉刀移动太宽了 就不舒服 所以我们就变成 拉刀 法省略 因为这里已经有法了 然后我们用分解的 其实第二小节还可以继续用 我的家庭 听着可爱 每一理由 也有暗响 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单调 要加一点变化 虽然没有好花园 月经和现场飘香 就用注式的 然后呢 又可以用分解的 有时候我们弹唱的时候呢 不需要弹满 弹满了 有时候可以稍微少一点 比如说 让我掉下眼里的 不一定就弹满了 不知昨夜的情 好 分享到这 拜拜 拜拜